7月16日,由江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全国对外友协,美大部,湖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2021海伦·福斯特·斯诺纪念图片巡回展在江西南昌节目。 据介绍,此次图片展以乔为主题,主要展出图片120余幅,均为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中国所拍摄的真情实景,展示了斯诺女士作为中国抗战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旅居中国的十年间,为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重要贡献,展期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中旬。 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是海伦的侄孙,他在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时表示, 感谢海伦的照片和作品,让我们了解过去,并为通向未来架起了桥梁。 我最感谢的是他作为榜样的力量,这份力量鼓舞我伸出双手,广交朋友,为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创始人安威参加了当天的节目仪式,他向记者谈及了自己对斯诺精神的理解。 胸怀民众,他因为胸怀民众,在他采访的原则里就是眼见为实,实事求是, 他没有亲自看到的,他不写,道庆投射就一律不相信,他必须眼见为实。 第三个就是独立思考,不受任何个人或者党派,团体思想的影响,这是他对斯诺精神的开心。 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亚洲事务总监赵修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 斯诺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有很多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 斯诺当年夫妇来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双方的了解比现在更少,要少得多, 而且远隔重阳,交通也非常不便,但在那样的条件下, 其实他能够,反而能够用一种客观的角度来报道中国, 当时是没有戴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那么今天我们看美国很多媒体对我们的歪曲报道, 对我们的丑化,实际上很明显,跟他的区别就在于戴了有色眼镜, 他有一个对你事先的预判,所以我觉得作为美国这边来说, 就是如何去到有色眼镜,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比名尼姆·威尔斯,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普罗沃, 1997年逝世,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他于1937年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 只身奔赴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撰写并出版了西行漫迹的姊妹片《续西行漫迹》, 首次向世界介绍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 并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 加入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